那我這個短片來介紹一下這個孟婆 孟婆其實我在 整個 場上也蠻常見到的 我覺得他的控場蠻靠北的 他就是會跑很快然後 去把人家撞飛起來 而且他的繞跑速度非常穩定 來看一下他有四招喔 然後他被動有一招 移動速度提升 然後獲得 法術跟抗性 那這一招呢指定區域 投出一個 招式 法術傷害 減速15% 持續1.5秒 法術傷害的 神力加速 受到普攻會提升60%的生命 這真的很靠北10秒 那他的大招是 進入飛奔的狀態 13秒內提升移動速度 他這個玩法很特別 大家到時候 等下看就知道 然後來看他應該都是法術裝了 那我們來看一下 生命回復 還有護甲移動速度 護甲跟生命 他有一點像是 那個三兔的那種 控制的控場角 不過呢他被放在 他被放在手這邊 好那我們先 玩看看 六隻腳的怪物 蠻恐怖的 好 來電洗場玩一下 大致上看一下這個 孟婆是在玩什麼 你如果看一些PK的影片 你會發現哇真的蠻多人在用 那我單純正面看每一招 稍微示範一下 到時候你們要買的時候就比較清楚 我想這個應該到時候四神是用賣的 一樣我把裝備 金幣弄到最滿 然後等級設定到最高 他有四招 然後被動一招 然後裝備全買 無限技能先玩一下 就這招 這招很靠北他可以把敵人撞起來 你看 你被碰到的話你就是飛起來 但是他會有甩尾的現象 你看 你就像在開賽車一樣 你會有甩尾 再一次喔 這真的蠻好玩的 你看會甩尾喔 有沒有在甩尾的感覺 這很有趣的一個角色 然後你如果被他撞到的話 你都會飛起來 你會馬上被斷招然後馬上飛起來 這是我在 對戰的時候我發現 靠這真的是很靠北的一個 一個玩法 你只要碰到他 然後你就會 飛起來 然後你就斷招了 所以他 可以說是瞬間亂入的一個角色 蠻好玩的 你看可以當賽車在玩 我等一下看他CD時間多久喔 這是最終裝備的情況下 所以你如果玩孟婆的話你要很會開車啊 像這樣開車 好那我們再看一下其他的 這是加速的一個 技能 然後這是噴毒氣喔 看一下 法術傷害 受到 法術傷害持續8秒 算是一個範圍技耶 那你如果開這一個呢 然後再開 大絕 就可以串場了 這很好玩 這有空一定要玩看看 可是我很怕去當那個雷隊友 再一次再一次 超好玩的 我靠這種移動速度可以瞬間跑全場耶 太強了 很神奇的一個角色 好那這裡有一個減速 減速我一直還沒有跟大家分享 我再衝回去那邊好了 然後他在這過程中 他在這過程中不知道能不能放 我把無限技能關掉 好然後 減速 6秒 60幾秒耶 然後他在這個奔跑的過程中一樣都可以放招 我把無限技能打開 哇好像更快耶 你如果加速又開然後 那個雞飛那招大絕又開的話根本就是 跑超快的 再一次 把無限技能打開喔 我覺得這好好玩 加速打開然後 大絕打開 這個速度真的只有爽而已 那這個是孟婆的一種 蠻特別的 角色定位 你看被他撞到的都會飛球 他這種角色定位我也 不太知道要怎麼去講 但是 蠻特別的 有興趣的人一定要玩看看 我看會玩的人他真的是把場面控制的蠻 蠻厲害的 不過我相信隊友方面也要很清楚 就是噴那個毒 他這種玩法讓我想到那個世紀帝國的那種 那台藍白色跑車 好先不要再鬧了我來看一下他 整個玩法跟輸出 他這方面是近戰的呢 他的普通攻擊是近戰的 然後 減速 減速是範圍的 然後傷害是這一個擴散毒液 哇都是範圍技耶 可是他的普通攻擊就相對的沒有那麼優勢 然後加速就當單純的那個追殺 或者是落跑 那因為他都是出血量裝跟回復的 所以他也沒有那麼容易死啦 那像這種 戰術啊 大家就可以去思考一下 這大概要怎麼來發揮會比較好 阿不然就是觀戰 看人家都怎麼在弄這些東西 因為這個玩法太特殊了所以 要多看才知道 還會甩尾 他普通攻擊相對的就感覺比較無力 落跑還蠻不錯的 而且只有2秒耶 有沒有誇張呢你看他所有的CD時間都很短 只有這個噴毒的要13秒 然後這一招 8秒 他的加速可以一直用耶你看他只有2秒 噴完就可以再用 然後噴完就可以再用所以他是在戰場上一個 非常快速移動的角色 然後再來搭配 這個這樣子就可以 把敵人站上毒液 他幾乎放完馬上可以再放這個加速 太扯了 他有次數耶你看喔 一次然後 這樣子 他正在轉喔你看那個加速還在轉喔 兩次 他也是怕人家連用啦所以你看他還有受限次數 3次 3次是他的極限你看喔 加速那裡有一個小數字的3嘛 所以代表說你在這2秒內可以連按你看一次 然後慢下來又加速一次 然後再加速一次 這樣就結束 所以他加速可以連續放3次 還蠻特別的 然後你只要被他撞到都會彈起來一次 不過這個甩尾很難去做 這種 一直連續把他撞起來 因為你會有甩尾的現象 然後你第一招丟出去會有一點慢 我再丟一次喔 1秒多 這樣子不快 很特殊的一個定位 簡單的介紹到這邊 沒問題 一定會有一點 你真是沒有問題 不可能 我們